大家好 今天要來介紹一下 燒錄軟體 來介紹一個燒錄軟體 蠻好用的 請打開你的Google瀏覽器 輸入CD CD VURN DRXP Burner 燒錄CD燒錄 Burn就是燒 按一下Enter 來第一個 第一個是他的 網站 點進去 進來之後呢 會看到這個畫面 現在已經支援到 Win10 不管你是32還是64位元都可以 然後點一下 下載 Free Download 這是一個免費的軟體 5.4M而已 5.4M而已 是一個非常小 非常好用的軟體 完成了 先安裝一下 去 下一步 這個當然要我同意啦 不然他不給你安裝 好 下一步 他只要13.7M 有可能比你一張 高畫質的照片還要小 下一步 看你要不要在桌面建立圖式 我先選藥 所有使用者都建立圖式 他說要不要將你的檔案資料產生關聯 這個你不要也沒關係 要的話他會幫你產生關聯 來下一步 然後這個 有一個 要不要安裝 這個是他推薦的 產品 這個我們不要 因為我們只要燒錄軟體而已 這個我們不要 然後按安裝 稍等一下喔 完成 桌面就多一個圖示啦 這樣的話比較方便 那這個安裝完的檔案就可以刪掉啦 好點兩下 打開 他會有幾個 可以讓你選 第一個 資料光碟 第二個視訊 DVD 他可以燒DVD 當然是你的光碟機要可以用DVD 再來第三個是音樂CD 再來是 燒錄印象檔 再來是 複製光碟 複製光碟 你要有兩個光碟機 就可以 一對一複製 抹除光碟這個很少用 那今天就介紹一下 音樂光碟 點一下 音樂光碟 然後當然你要放一下你的CD片 當然是空白的CD片喔 當然是空白的CD片喔 好放進去之後呢 選擇 音樂光碟 按確定 好這是播放 這個可以先不要 然後我在桌面上準備了兩個音樂檔 把兩個音樂檔 你可以按照順序喔 你想要這一首當第一首 或者是這一首當第一首 然後我用的格式是MP3的格式 他應該支援蠻多格式的 可以試一下 來加速我這個要當第一首 好 這個擋第二首 好了之後呢 這裡有一個燒錄的按鈕 在我發速的這個位置 點下去 好他會問你 你要燒錄的 速度 還有 CD的 文字要顯示什麼 這個我不要 然後 速度的話你可以 自己設定速度 設定慢一點比較不會失敗 設定慢一點比較不會失敗 但是通常 現在的光碟機都還不錯 18、24都可以 安全一點 或者更高也可以 光碟機比較好 你可以用高一點 再來 你的 音軌之間 就是第一首跟第二首 中間要停幾秒 你也可以自己設定 他會幫你加秒數上去 加速到停10秒 那他第一首播完的時候 就會停10秒 再播第二首 然後燒完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結束光碟 或者是 燒錄後退出光碟 完成後關機 假設你要睡覺 讓他自己跑 然後好了之後 就按燒錄光碟 他就會開始 好啦 那我就不按了 因為按下去我的光碟又損失一片 再來介紹一下資料光碟 假設你要 有一些檔案你想要儲存 在光碟裡面 你也可以直接用資料光碟 但這個就不能在你的 CD CD Flare上播 你可以在電腦播 但是你不能在 你的 首題的CD音上播 這個資料光碟 就是讓你放資料的 假設你有 做成果的啊 或者是什麼 你可以把檔案放在這裡 那可以 放很多種檔案 像你的 音樂 你可以放一個音樂進來 或者是 放 其他的 文件 看一下我有沒有文件 或者是圖片 或者是圖片 我電腦現在沒有圖片 好 我用之前的檔案 來像這個圖片 我也可以拉進來 你的Word檔 還是Excel檔 還是你的 PDF檔 可以放進來 當然要看你的大小啦 我的光碟的大小是 691 1.2M 然後你當然是DVD的話 這個當然是4.7G啦 就比較大就可以放很多東西 然後好了之後一樣按燒錄 它一樣會問你燒錄的速度 通常我們都是放 一次啦 防止未來改變資料 直接結束光碟 再來推出光碟 就是你以後 就可以拿出來用 光碟裡面的資料可以複製出來用 然後好了之後你的檔案都選擇好 就按確定 就按燒錄廣點 就可以開始燒錄 這個軟體也是非常的簡單 在這邊介紹給大家 謝謝 還是要進到 就不用了 movimento 、「蒜蓉揣椒 constitute